还不快起来 一个女孩子 趴在男人身上 成河提供 没事吧 这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是胡闹 大麻 我只对你胡闹 爷爷 你来干什么 今天天气好 我们去骑马吧 走 放手 走啊 你个让下怒 让下怒 别对我们后族姑娘 动手动脚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韩家人刚被封了王 你见了他应该心理才对 少在这胡说八道 我 末路古郎君 既然心情不好的话 德王就不奉陪了 爷爷 我们走 珍珠 韩家人就是会钻影啊 当初靠着点医术 逢云树立太后 得官起家 如今 又因为替主上 是隐姬而封了王 就你们这种人 也想娶我们后族姑娘 做梦 就是 就是 怎么 不服气 你们韩家人 要是不学着点弯腰做人 我摩路股就教教你 什么叫杖下奴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配不配不由你说了算 摩路股郎君 我含德让静你让你 但并非怕他 你却要欺人太甚 大头 你们都乱去干什么 给我杀啊 快走 住手 住手 大人哥哥 住手 让你们放开他 住手 燕燕 让开你 够了 干什么 够了 燕燕 你没事吧 小叔 你干嘛呀 你是哪一边的 以多妻少 还打女孩子 六院部的脸 全都让你给丢光了 是插鞋肚的手 我怪你那么多 住手 燕燕 你什么 磨了骨 干什么呢 游哥 你少管闲事 这闲事 我今天管定了 你 我们走 走 摩鲁股这个混账 下次让我见到他 一定要打得他满地找牙 我没事的 嗯 燕燕 我倒是比较担心你 一个女孩子家 我都没能保护好你 我心里头 实在是过意不去 这样吧 时候也差不多了 你快回吧 否则 斯文宰相 真的要担心你了 我不走 你的伤是因我而起的 我得对你负责 可别让我回去好 这帮宗室子弟啊 平时一点本事都没有 就只是到嫉妒别人 还是怪我平时 对他们太客气了 陌路骨打小 就看不惯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 迟早也要发生的 只是 我觉得你一个女孩子 对不起你 没能好好保护你 燕燕 快回去吧 再留在这里 别人就真的该说闲话了 燕燕哥哥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就比他们胡说几句 就能让你同我生分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我知道 你是怕被他们认为 你是攀越我们家 所以才要赶我走 对不对 那我要是真的走了 你会不会后悔啊 会不会失落啊 你看看你 你看你这么傻 我怎么舍得放下你啊 我更加不能放手了 除非你能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会因为 门蒂出身而离开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不会因为出身门蒂而赶走你 更不会离开你 好吗 那还差不多 那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啊 你怎么会不会离开我 艳艳 我是真的不想连累了你 和斯文在相 你看你 刚刚还说我不会离开我 现在又这么说话 我们两个一起追过密函 闯过皇宫 斗过肖谷 还骂过昏君 现在你才说怕连累我 早就已经来不及了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一起面对呢 就属你口齿伶俐 一千天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 对你说的都对 要我说啊 别人越是胡说 你就越应该跟我在一起 好给全天下的人看 就让他们知道我们俩多般配 多相称 气死他们 今天呢 是我害你受了伤 不过呢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天天都来照顾你 你还会照顾人哪 你不给人添麻烦 已经算是锦上添花了 不是你说的巫医生优点吗 过来 干嘛 不过来 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